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开始进入正题为爱鼓掌 事后公子哥人模狗样的赶去祠堂 小傻想明媒正取大绿 因为大绿出身青楼遭到全家反对 小傻愤然离去 然而大绿被出身后 阴差阳错的嫁给了二傻 在大婚当天 体弱多病的二傻全面的崩盘 打上了叽叽 大绿被迫一个人举行冥婚 小傻迟迟赶到 俗话说得好 床下吵架床上合 两人一言不合就再次为爱鼓掌 可怜二傻尸骨未寒 然而好景不长 小傻被抓去做壮丁 大绿又剩下孤单一人 大傻见缝插针 和大绿成就一段姻缘 概括的说 就是小傻的女朋友 嫁给了二傻 最后和大傻相爱了 这一地的狗血不忍直视 不过 买一送二这个办法 还是很有社会价值的 可以大大解决我国狼多肉少的问题 画面一转又回到了现代 原来男主的前妻才是幕后黑手 他买通了管家 管家把女主的安眠药 换成了能让人产生幻觉的闹谈片 原来一切的恐怖的场景 都是女主的自己的幻觉 最后来了剧狮 装了下文化人 愿得一人心 白手不分离 女主智障多年 还好男主不离不弃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作为一部带恐怖元素的喜剧片 京城81号还是很成功的 我也就是笑了三次吧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一看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